那這是正面的模式 好 記得不要入到平滑面 要用顆粒的那一端 這樣筋膜和肌肉比較會放鬆 好 這是側面的右耳板 如果你直接全身重量上去你會直接崩潰 好 內側跟後側也示範一下 來 重量上去一點 不要怕 這邊 我可能大腿有在用力 因為我整個人有點下不去 你直接坐上去 對 噢 這樣就很痛 好像是這邊 這個部分會比較痛 對 每個人會不太一樣 好 我們接下來換內側 內側 內側的話 其實用這個有點麻煩 我會建議 用這種棒子 直接捅 等一下 不要示範吧 來 來吧 直接頂 頂那個大腿內側 這樣 對 這樣 對 這樣一個一個頂過去 你就會 找一下痛點 我真是 自虐給大家看 對對對 沒錯 然後你可以 直接用整面 下去滾 對對對 然後你滾一下 你就會發現 有東西是痛的 內側啦 內側 內側是甚麼 對 然後可以 坐在椅子上 坐在椅子上 會更好弄一點 沒錯 好 然後從下面來 把那根棒子 從你的腳穿過去 對 對好 然後 這樣子 對對對 然後斜一點 往內側斜一點 對對對 欸 好神奇 因為我覺得我大腿 後側好像 找不到痛點 內側一點啦 因為你不要找 對要用內側 我自己好像找不太好 內側的話找不到 好 待會會幫你找 我一定是在獅子上 剛才好 會讓我再叫你 你一個人 很可愛 好